回到新聞時間 風暴苗柏在大鵬半島登陸之後 天文台早上一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 帶談到有山來傾石 苗柏登陸後雨帶繼續影響本港 多個地區都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 港島北九龍和將軍澳的雨量 更加超過150毫米 天文台早上8點45分 一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 當局收到最少19宗水震報告 其中在公主道往洪水方向 近愛護動物協會對出的一段行車線 水深及塞 經過的車要慢洗 3小時的紅雨觸發最少兩宗山來傾瀉 在港島大潭道大量泥石嵌落露面 更大潭督水塘水壩的來回線 一度要封閉 所有暴雨警告在中午12點半取消 天文台預測本港未來幾日仍然有雨 香港電台記者梁祐倫報導